这是 Shaolin Temple 这是双兵亚 Shaolin Temple 这是一种的 Shaolin Temple在中国 你知道 Shaolin Temple在中国吗? 这是一个名义的地方 很多人在拍摄一个电影 他们在讲一下 Shaolin Temple 说一下 Shaolin Temple的故事 练舞,学习的,都在松山少林寺学 然后就被派到这边来了 还是你自演过来的? 师父派我过来,然后又问我 你是哪一年去的松山少林寺? 今天是7年 2015年 之前有在中国生活过吗? 就是2015年 没有 我自己的国家 专门的是到松山少林寺去学习的 因为以前有中国政府 跟好多的非洲人有中国文化 中国交流 就是非洲的文化交流 然后中国的政府跟一个聚会 就好多的,好非洲的好几个国家 非洲人去松山少林寺 在那边三个月 我第一批去了 我在那边三个月 回来在我自己的国家 然后我说那这个三个月学中国文化 那不够了 是吧 但是我的目的是什么? 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六年我感觉中国文化学一点点了 但是是差不多吧 在这边主要是教这孩子们武术 对 你是哪个国家? 柯德迪娃 柯德迪娃 对 西非的 西非的 去中国之前有学过汉语吗? 这个会 对 去中国的时候 我以前在大学就感兴趣中国文化 就一点点学中文 但是不会说是这个学的 到中国来在那边了 然后我们晚上就练我 下课的时候 我就买一些的书 韩字书 我就在房间 我自己学 有的时候我听不懂 我在网上下载一个试检 然后就看一下 这个是表达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在柯德迪娃上了大学吗? 对 我上了大学了 那个大学是学的什么专业? 我学到心理学 心理学 对 那你对学这个佛学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对 学中国文化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吗? 为什么当时会想到去学武术? 第一个 我就很相信那个缘分 每个东西 每个人有些点路你想选择 但是有一些的缘分就给你安排 这个缘分在松江少林寺对我本人非常好 我可以说我了解一件的中国文化 也了解一些 对啊 跟外国人在盛德大学学的文化一样的 但是我学的是传统人文化 这别的跟他们一样的不一样的 为什么? 我会武功 哈哈哈哈 在去之前你对中国功夫有了解吗? 对 但是了解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看到李连杰拍的电影 上次少林寺 回来说我们外国人就很崇拜了武术 所以我就说啊 这边呢 这个很好 我可以在那边呢 学文化 学武术 学佛教 当时你去少林寺是去了那个 武术馆还是说是直接出家 在那个少林寺寺院里面 是我在寺院里面 所以我就感谢中国政府 我就感谢少林寺 松山少林寺大师傅 我就感谢他 他跟我聚会 因为我在少林寺的时候 练武 吃 住的 就是免费的 谢永世是我的师父 他是我的大师父 跟你们交流过吗? 谢永世 可以啊 给我们的交流过了 交流过 对 有的时候在少林寺有一些的重要的活动 大家少林寺的人都在 大家来给我们讲什么 在那个少林寺还学了哪些东西? 除了中国功夫? 少林功夫 还有学了佛教 佛教的东西 学了中医 他出家人就是受戒吗? 我还没受戒 还没受戒 对 我还没受戒 因为我们少林寺的 我就属于在这边了 我就属于武僧的 属于俗家弟子 但是要等一下我就会再受戒 还没受戒 去少林寺之前有谈恋爱什么的吗? 以前我在学话 我以前在大学我成了 但是我后来有一个矛盾 因为我以前在少林寺 我对中国文化 女朋友说不能对中国文化 为什么你想学习 你那么喜欢中国文化 有什么好处的 但是选择说 那你喜欢中国文化 又喜欢我 是这样的 你选择吧 后来我就选择中国文化 然后我们就分开了 在中国除了在宋山少林寺学 我还去过哪些地方? 少林寺我去了好多的中国 中国是不是中国 中国我去了好多的地方 因为我到少林寺的时候 我学店武僧转 我们紧张出去演出表演 表演完你们就走 还是可以到外面去逛一逛什么的 没有时间 少林寺武僧端 我们到那边没时间 因为我们到这个地方 要排练 排练好上表演 表演好直接回来 是这样子 没时间 当你上台 你感觉到那种氛围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其他四兄弟上台 不是一样的 因为我说了少林寺的想法是什么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你都知道少林寺 我们是一个西兄弟 我知道 我们是一个家人 但是我们就是 他们感觉反正我是外国人 但是他们真的不把我等外国人的一样 你说那个是你的四兄弟 这我相信 就是说但是你的观众 这个有一个故事我给你们讲 我以前我们去别的地方 旅游就是表演 表演好了 所有的人是中国人 我就上表演了 我就练练好了 好多人来我的身边问我 但是你是外国人吗 那你那时 那天中国人在一起练练 这样子练的你练的还可以啊 我感觉你是中国人了 你身体就晒黑了 我就笑 我就笑 因为人家说表达是什么 扛不住了 你知道吗 他以为你是晒黑了 对 看不出来 他说这个话 我感觉非常感动 知道吗 心里面说我肯定想中国人了 那可以啊 那很好啊 对 我就笑 对 学了多年就参加武僧团了 我到少林寺 接着你就考进去武僧团了 进入武僧团之后就有收入了 是吧 就有那个单金给你了 因为我们在少林寺 我不能说我需要收入 不需要收入 因为你看 你的大师傅已经帮我太多了 你知道吗 但是每个月需要东西啊 有补助啊 有可能吃饭的东西 少林寺给我嘛 还有回中国的计划吗 有这个想法 真的有 有因为要继续学习 你现在发自你本性的是你是想还要成家立业 结婚生子 然后积家的方式修行呢 还是说你要到寺院里面去出家成为一个真正的僧人这种 这个佛教里面说不管你出家不管你结婚什么都是一样的 因为这是佛在心中 是吧 这是重要的 然后出家的事要看你自己的缘分 当下的想法是影响我们前进的那种方向 是的 就你当下的那种心境是你是觉得你想做一个俗家弟子呢 还是想成为一个僧人 不能搞恋忘度 所以的时候有 你在有三个地方 不能想民间 不能想到过去的事 不能想民间怎么样 你要看今天把今天事做好就行 家里面是有几兄弟 没有 就你一个 对 你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孩子 对我就一个 爸爸妈妈现在还在柯特迪娃是吧 对可以说对在 但是我属于一件的孤儿 一件一件孤儿 因为对 因为爸爸不在 爸爸死了 就我早就去世了 我六岁的左右就爸爸去世了 对 是妈妈帮你带大 妈妈就别人在别的地方就结婚了 对 那你是跟着妈妈一起长大的吗 没有没有 跟母亲还有联系吗 有有的时候联系的 对 因为母亲妈妈是妈妈 一辈子是妈妈 有的时候有 他在别的地方结婚了 有孩子了 但是有的情况 我又跟他打电话 你怎么样好啊什么什么 需要帮忙我会帮他 你成长过程当中是应该还有去抚养你的人吗 对不对 对你到少林寺去当和尚 练中国功夫他们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对第一个我跟你说 我 我是一种你看 我就去中国 一些父母不同意了 他们就跟我分开 什么都他们说 什么都不能问他们了 因为我就选择去中国 因为他们说为什么不上大学 上大学后找工作 搞个工作 有很成长的工作 那你为什么要去中国 要不然要去上大少林寺 当和尚 他们就反对了 你知道吗 当时你大学没毕业了 你去少林寺 毕业了 毕业了 他们的印象 你应该好好去找他工作 当时我以后 我的好好的生活 为什么我选择去中国 选择说少林寺学武的 有什么好处的 他们就是这样子 说说我这样子 但是他们说 但是我心里面已经做 做好 所以我现在我必须要做好 回来他们就知道 这个方法也是很进攻 所以我不能不进攻 现在他有没有改变 还是说是他们 还是仍然是在怀疑当中 现在有一点点改变 他们就了解 因为为了少林寺 有好多的电视台 我就上了 他们就看到我 是这样子 然后我现在 我们在做一个事 也是非常好 我们少林寺 我们不是很有多的钱 但是我们就看一下 培养孩子 好 孤儿 困难的人 这是也 我跟你对来说 我说 我可能我进攻了 那你现在有回去 跟你的这个 养你的亲人 就科特迪娃那边去 有回去跟他们待过吗 有回去看过他们吗 这个是我妈妈 妈妈有时间的话 我会去看他 肯定会去看他 我说的另外就是你的那个 这个 我在那边待了 但是现在好几年了 不练习了 不练习了 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是一起 所有的人要看自己的生活 有一些跑去别的地方就这样子 相当于在孤儿宴那种 一个大家庭长大的 对对 非常感谢 阎明法斯 接受我们的采访 看一下你的故事 好啊 by bwd6